满身发售的楼姑老观众肯定都非常熟悉 有多少70后80后 童年中都是充斥着楼姑的声音 那么楼姑对人有危害吗 到底能不能食用呢 在很多老观众小时候 基本都是每个人一个小玻璃瓶子 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出去抓楼姑 如果碰上运气好的时候 有可能可以直接收一大满罐 因为当时很多农村都会咬鸡 所以大多数抓了这些楼姑最后都会喂鸡吃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就是如果鸡吃了楼姑 就有很大几率可以下出双黄蛋 但每次在喂鸡的时候 玻璃瓶盖一点开 就会闻到一股臭味 那种味道只有闻过的才知道厉害 真可以称得上是臭气熏天 连臭大姐都要甘拜下风 那么楼姑属于是蟋蟀总科楼姑科的一种昆虫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它也有着不同的名称 比如说拉狗钩子等称号 知道的观众可以在评论下方 打出你的地区怎么叫 反正大家只要一听到它的名字 就知道是一个坏东西 也就说是一种害虫 楼姑是一种咒服夜出的昆虫 和猫头鹰的作息一致 一到晚上就会从洞里爬出来 专门去庄稼地里祸害农作物 那么楼姑的威力有多大呢 楼姑到底能不能吃 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楼姑那些事 其实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中 都可以见到楼姑的身影 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害虫 对农民种的庄稼破坏力极强 如果楼姑出现在田野种 那么这块土地下面就会有很多洞穴 土地变得非常松弛 因为楼姑要用自己的口气 啃食农作物的根莖 最后导致大片的农作物死亡 假如说是在水田种 楼姑也会在土壤下面打洞 让这块田中的水流到其他地方去 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所以说一提到楼姑 农民都是非常不喜欢的 如果细数楼姑的品种 在全世界范围也有个上百种了 光是我国就占了十多种 北方的楼姑品种主要为华北楼姑 南方的楼姑大多为东方楼姑 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 生存着不同品种的楼姑 它们彼此之间的体型也有一定的区别 北方的楼姑比南方的要大出不少 那么楼姑的身体一般在四公分左右 整个身体种最突出的部分 无非就是那一对挖掘族 别看它的挖掘族是微型的 其威力可不容小看 可以迅速地在土壤中挖洞 有关专家也是受到楼姑挖掘族的启发 制作了与其相似的挖掘产 现在多用在矿物的开采工作上 除了有挖掘本领 楼姑还可以借助自己的翅膀 低空飞行 不但能跑能飞 还能游泳 在水中也是来去自如 可以说是比较全能的昆虫了 作为一种大家都恨的害虫 大家可能还有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在市场上 还有卖这种虫子的呢 价格还特别的高 有的甚至高达百元美金 其实经过小编的了解得知 楼姑属于是一种重要的中药材 在我国已经入药很久了 很多医学名著中都有记载 因为它有着较高的药用价值 所以就有很多人收购 毕竟哪里有市场 哪里就有资本 那么其实在北方 就很少有这种场景 北方一旦抓住了楼姑 基本都会选择喂给家禽这些动物 因为其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让鸡鸭额 下出更加优质的蛋 但是在北方却是天差地别的 可把楼姑当宝贝看待 甚至还有很多人直接食用楼姑 特意去捕捉或者去市场上购买 拿回家油炸食用 小编也是听当地人描述 表示这种楼姑吃起来非常的酥脆 其味道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楼姑闻上去是非常臭的 那么难道它没有毒性吗 对此有关专家也是做过一定的研究的 研究结果 现实楼姑体内不含有任何毒性 反而蛋白质的含量异常高 都是人体需要的蛋白质 可以有效地补充能量 但是毕竟是一种害虫 会伤害农民伯伯的庄稼 所以农民对它都是恨之入骨的 另外毕竟它有着药用价值 以及食用价值 所以对人们来说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但近些年来楼姑的栖息地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楼姑的数量已经直线下降 也就造成了价格水涨船高的局面 现在想靠楼姑发财 几乎不可能了 大家见没见过楼姑这种昆虫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留言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捧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